虽然五年不在 但是五年后归来 依旧是内鱼王者 杨幂似乎很钟爱亮晶晶的元素 以至于她近几年的红毯造型 千篇一律都是这种亮片元素 或是短披肩的 或是长披肩的 好不容易穿了黑礼服 但这八十年代的盘发还是老样子 虽然看上去一态万千 但是看久了也会视觉疲劳 而杨颖前脚从楼梯上下来 还一副高贵公主的模样 下一秒就被冻成了表情包 吊带白礼服除了简单大方外 其余的啥也夸不出来 这陆后辈的造型有种点地成坦的经验 但又少了某种艳压四方的霸气感 都说能跟范冰冰一较高下的名音 黄色复古造型 娇媚温柔 举手投足间让人一不开眼 黑色装幼又洒 但是缺了点柔情 而眉红又显得太过风情万种 嫩绿色就像一股微风 徐徐吹来又徐徐吹走 热巴这身羽毛披肩造型溢出来 美貌礼服和发型 全都无与伦比 蓝色妖姬造型 就如其名 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 玫瑰纱裙配玫瑰皇冠 足以让热巴光芒万丈 金色礼服摇曳生姿 每一针都美到心坦里 直到范冰冰回来后 内宇女星仿佛一息间又回到解放前 深绿披肩搭配车轮盘发 直接登上外媒热搜 绿色超大蝴蝶结腹骨发型 黑色丝绒铜色细发带自带神秘感 金色礼服气场强大到隔着屏幕都感觉得到 如今在放眼内宇 谁还能和范冰冰一较高下